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会有现场直播 那么演播室自然会有嘉宾来解说 于是乎很多网友就非常好奇 LOL项目的解说嘉宾会邀请谁 有没有LPL分级最高的黄金八道米勒和娃娃 有没有氧气屏解说浩凯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嘉宾解说嘉宾名单 但是来自不灭之沃任动的直播透露 这次担任亚运会LOL解说名单有四人 分别是十一 与从王多多和娃娃 有没有采访 自己很想参与到其中 对于任动透露的这份亚运会LOL解说名单 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热议 很多网友好奇 为什么解说大名单中没有米勒和娃娃 尽管他们说过自己放弃这次机会的 为什么这次解说嘉宾都是解说新人 好像除了王多多 其他三个说学话比较混 有人就提出自己的理想解说阵容 蜜乐 娃娃 记得 管车员 或许这是很多人理想的解说轮换阵容 不过对于为什么的没有选择这几位解说 也有一些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相信 社会人 普通话不标准 统统被拒绝了 毕竟是亚运会 当然要管放一点 绝对是不能搞事的 这几个人动不动就开车搞事情 确实 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万一米勒又在厂商杀不住车 什么快打他蛋 打他蛋 之类的话说 出来稍微有点小尴尬 管车员就喜欢说实话 万一厂商对LPL很多不利 说不定管车员就说LOL要说了什么的话 毕竟要是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这些套路大家都知道的 当然 管车员和王记得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或许也是不能入选的原因 这么看来 这四位解说落选似乎是意料之中的 不过 虽然这几位不会去 或许也会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看到 比赛复盘肯定是有的